等他洗完澡出来 他随手丢在床上的手机震动一个不停 赤恩恩用帕子捂着湿漉漉的头发 拿起手机 一入手就被发热的机身烫了一下 他低头一看 偏执狂三个大字在屏幕上张狂地跳动 不知道这是第几个电话了 赤恩恩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喂 赤恩恩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一声吼 吼得他的耳膜都要被震碎了 赤恩恩把手机拿开了一点 赶他解释 我去洗澡了 没有看到手机 你也没有听到铃声 他这个口气 怎么听怎么不愉快呀 我开得震动 赤恩恩坐在了床边 调好声量 打开了扩音模式 然后把手机重新放回了床上 自己则用帕子擦起头发来 幸好他开的是震动 要是开的是铃声 搞不好接电话的人 就是吃宝贝了 什么事啊 这个女人 立北决真的想要掐死他 口气不善地给他顶了回去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别忘了 我现在是你男人 只是男朋友 立北决更不爽了 强势反驳 男朋友也是你男人 反正你也只能有我一个男人 太不讲道理了吧 吃恩恩无语了 懒得跟他在争论这一些 重新问了他一遍 立北决 你到底给我打电话干嘛 这一次 手机对面的男人倒是回答得快 几乎想也不想的 聊天呢 聊天 我们才刚刚分开半个小时 对我来说 已经很久了 不行吗 吃恩恩 拗不过他 谁让他选了一个霸道的 要命的男人呢 他认命了 行 两人一阵沉默 吃恩恩是找不到话题 立北决是在反思 自己刚才是不是口气太强硬了 沉默了一阵之后 吃恩恩正在琢磨着 怎么打破瓶颈 手机对面忽然一阵沙沙声 吃恩恩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睡不着 听不到他的声音睡不着 他 这是在解释吗 吃恩恩心头一软 抿了抿嘴角 主动说 要不 我帮你读一本书吧 好 既然说了要读书 至少要找一本书 吃恩恩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只找到了一本 以前红吃宝贝睡觉时 用的童话书 他有一些汉言 家里只有吃宝贝的书了 可以吗 不可以的话 我到客厅再去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 不用去找了 可以 他只需要他的声音 无论他说什么都可以 当然 如果能和他做爱做的事情 他的睡眠会更好 真的 那我开始念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吃恩恩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要是知道 肯定不想念下去了 嗯 他把书摊开 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趴在了床上 压低声音念了起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阿拉丁的少年 他父亲已经去世了 只剩下他跟母亲在一块 过得生活很艰苦 有一天 他碰见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说 是他的叔叔 要帮他到王都去学一点手艺 阿拉丁相信了他的话 夜色渐渐降临 微风浮动着羊柳梢 柔软的羊柳枝随着风向摆动 仿佛舞蹈一般 静润在皎洁的月光下 月光则是浮动羊柳梢 时不时地倾斜镜窗飞 雅河小区602号里 比月色还要迷人的男人 仰躺在阳台的躺椅上 耳边放着一部手机 时不时地勾起薄唇 仿佛在听世界上最优美的歌曲一般 在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杯白蓝地 润白的色泽了动着眼球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酒 丽北决听着手机对面的说话声 逐渐变小 变成沉稳的呼吸 他举了一叶的手臂放了下来 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 端起白蓝地 仰头贵气地抿了一口 隐痛的太阳穴 在小女人一声比一声沉稳的呼吸声中 舒缓了下来 困意来袭 他起身拿起手机 修长的双腿比男模还要勾人 刚走回卧室 另外一部手机就响了起来 丽北决眉头肃然一拧 手快地接起了电话 把和持恩恩通话中的手机 放在了卧室 关上房门走了出去 这才理会手机对面的人 说 思辰苦笑了一下 不服气地嘟囊 我说绝业 你要不要这么无情啊 以前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可是整夜整夜陪你聊天 我这才第一次深夜给你打电话 你就这种态度 无情应该是给你找一点 可以深夜打发时间的事情 而不是听你唠叨 比如 把他好不容易弄到手的那一块地 重新拍卖出去 思辰显然已经记起来上一次的教训 赶紧打断他 是是是 我的错 是我思想觉悟不够高 丽北决坐在了沙发上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松开眉头 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了解思辰 思辰平时看起来不怎么靠谱 但是在商场上是一个很稳重的男人 如果没事 思辰不会大晚上地打电话过来 我被甩了 他被甩了 丽北决想要收回刚才的话了 他应该立刻挂断了电话 发短信 让霍益把地皮给挂出去卖了 我被一个女人狠狠地甩了 甩得毫不留情 一点面子都没有给我 思辰还在苦涩地说 丽北决强忍着不耐烦 你不是经常被女人甩吗 那不一样 那是我想让他们甩了我 故意的 但这一个 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就被他给甩了 不只是甩了 还当众带了一个帅哥小鲜肉 在他的面前药物扬威 狠狠地给他戴了一把绿帽子 在把他激怒了之后 找上门去 没要到一个解释不说 还被他给单方面地分手了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那个女人来真的 把他的衣服 书 杯子 全部都给丢出去 他想了一晚上都没有想通 心里前所未有的堵得慌 所以给丽北决打了这一通电话 哼 恭喜 丽北决听他说完 嘴角都没有动一下 直接甩给了他两个字 你一定要这么戳心窝子吗 思辰有一点后悔打这个电话了 心情更加的烦躁 仰头把面前的福特加一饮而尽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和那么多女人乱来 你从来不听 这一次碰到一个和你一样乱来的女人 正好给你掌掌教训 他就不明白了 要那么多女人有什么好的 看着就烦 数量多 质量还不好 没有一个有他的女人看着顺眼的 我需要准备 对那一条 有个人的男人看着 对那一条 我需要这样子的女人看着 对那一条